据央视报道 武警河南总队新兵入伍 着二一式新式迷彩服入营 每件迷彩服都会有中国地图 随机印在各个位置 新式迷彩隐藏地图的不同含义 在胸口表示祖国在我心中 在帽子上表示忠诚举过头顶 在肩上表示责任在我肩 在背后表示家国在我身后 2021年年末 全军换装二一式作训服和作业服 二一式作训服主要包括迷彩作训服 特勤作训服和作战靴 用于作战 训练 战备 执勤 遂行非战争军事行动人物 迷彩作训服区分丛林 荒漠等颜色 特勤作训服包括舰艇 空勤和地勤作训服 二一式作业服采用夹克款式设计 区分春秋冬作业服 运用新的军种颜色配套大眼帽 作业服皮鞋等品种 值得一提的是 从早年间的三点红到大眼帽 再到如今的星空迷彩 这不仅是部队官兵着装装备上的转变 更是彰显国防实力上的又一次进步 国防部发言人坦克菲大小记者称 此次换装的主要考虑是 一 突出备战打仗 二 坚持勤俭换装 三 注重稳妥有序 二二年初央视国防军事节目播放了 来自各个军种的军官 身穿二一式作业服开会的画面 从现场看 身穿二一式作业服的军官们非常帅气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